大家好,说一下今天关注的新闻 昨天马斯克这边的星舰 第五号飞船完成了第五次发射 然后创了一个人类的历史记录 就是他的火箭的主体 在降落时候被他的一个 他自己叫筷子 筷子这个发射架给夹住了 其实如果你关注过 埃隆马斯克的自传 他对于自己的筷子发射架 非常的隐隐为傲 他总想让他成功 从他写自传开始 他要再提这个事 结果终于在昨天 我们看到了星舰五号飞船 他被筷子成功加注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它其实不完善 两边这块很明显冒火 你看这破了一个洞 我们再回顾一下 就说明他这个结构之类的也有问题 也出了些bug 很多人说呢 这也算是见证历史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将极大的 节约人类的这种像飞船 火箭 它未来的发射成本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马斯克 他一直强调是我的星舰 是未来要进发火星 那进发火星的话 最一个重要的 节点是什么呢 就是要提高 它每次发射的可重复利用性 就是你能造一个 说一次性的发射就完了 是吧 你要让它回来 回来之后再重新发射出去 这个就比较难了 对不对 你要一次性的话呢 成本就很高 导致你的这个 去火星登月的这个计划呢 整体都会受阻嘛 就没人投钱 对吧 成本太高了 对不对 我去那发一次火箭 需要花好多好多钱 我要把成本降上来 原来一半啊 几分之一啊 那这个事就可操作性了嘛 所以筷子 这个发射架 或者叫回收架吧 它的作用就是这个 马特克斯丸里其实提到过 他就有一次呢 这个投药风暴 有人提到说 能不能像筷子一样 就功夫片 对吧 去努力 终于到第五次呢 这个筷子成功架入了 发射的兴建飞船 所以说呢 从这开始 人类的载人航天 有一个新的方向了 就是为了商业化 这个目的 我们研发出了 可回收 重复发射的火箭载体 和相关的配套技术 那有人说 这有什么新鲜的 对不对 看这个 10月11号 我国东风着陆厂 成功回收的首颗 可重复使用的 返回式技术实验卫星 实践19号卫星 搭载的植物 极为生物载重载荷 自主可控 和可新技术 验证式复合载荷 社会工艺和文化创意载荷 等回收类载荷 全部顺利回收 总之呢 是在9月27号呢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 通过飞行实验 突破了可重复使用 无损回收 高危重力保障等关键技术 这上是图啊 你看这是卫星 对吧 有个降落伞 落了之后呢 是这样了 对不对 就是东西呢 我把它回收之后呢 里边东西是完好的 它没有破损 然后我能把这个卫星呢 重新发射 平时局也都说嘛 你看东风着陆啊 什么之类的 你看说很强大 是吧 说可这个回收的卫星啊 就意味着 隔热涂层的技术啊 有些突破 还说啊 刚才猎鹰纳铁的 马斯克的 粉丝啊 帮忙看一下 有没有推动人类进步呢 还说啊 那群人都在 那群人都在隔壁 吹马斯克圣人啊 是人类之光的 说这个是 看来是落后技术吧 还说 这就是我看不惯 马斯克啊 开原火箭发射的原因 他妈的放个火箭 全网都闹麻了 你点进去看呀 这些发帖 回复要喝的人呀 从来没给国内的科技 发展的鼓掌喝彩过 说搞战队是吧 不好意思 我只站祖国这边 还提这个黑车化悟空 两千份 对不对 你看白皮差太多 给游戏颁奖了没有 就是装看不见 那你还偷怪我了 你像我自己呢 掏钱买了黑车化悟空 虽然我手残打不通 对吧 但是我支持国产游戏 我估计像我这种人呢 在下这 对吧 就觉得很怪异 他认为呢 给马斯克成赞歌的 和这个黑车化悟空的受众者 不可能是一类人 就是他 你看这种很面的二级管思维 他认为呢 哎 你要喜欢马斯克 你肯定是美利坚走狗啊 对不对 你怎么窗没外呀 你怎么可能喜欢黑车化悟空呢 但是我要说的是呢 一马归一马 黑车化悟空 对不对 我认为是个好游戏 我也很喜欢 为真情白银支持 我也做节目呢 去吹一吹 大家更多人去玩一玩嘛 我觉得我作为中国人呢 予有荣焉 马斯克那边呢 我从来没有认为 这是一个中美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这是个人类 以后要向未来火星发展的话 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在这个话题上 我不认为说 我是个中国人呀 我是个美国人 我认为这是人类 这个角度来说 我认为它是有价值的 为什么呢 老公众都知道 我是认为呢 人类未来总有一天 应该会去向外太空探索 那有一个技术进步 有什么不能去吹的呢 人道让火箭发射成本更低 是个什么坏事吗 肯定不是坏事 是好事啊 你要说三次不考虑 重复利用的话呢 当然就玩一次性的 是不是挺好 也挺好 那这种时候呢 感觉是不计成本的 这种政治目标 服务优先 我觉得不是不行 但是我更希望看到 能商业化的 可重复利用的 这种模式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嫌马斯克 我就很正常啊 人家说太强了 太强了 为啥成功了 一点热度没有 直播我都错过了 不搜索 就是说明什么呢 说明当时B站的 走到说啊 他要是说出笑话了 我们可以看对吧 但是哎成功了 那不能为什么呢 成功这是 马斯克是美国公司 不错了 马斯克是美国人 对吧 当然严格来说 他是南非出身的啊 但是呢 他的SpaceX是个美国公司 你说特斯拉 哎成功了 没问题 为啥呢 中国建厂啊 我们中国呢 可以哎 在里边是能分到 一定的话语权和分一杯羹的 马斯克呢 在特斯拉方面也只爱吹中国 但是呢 你要说SpaceX 那马斯克确实 跟中国什么要业务交集 甚至呢 他跟咱们中国的卫星发射 是一个竞争对手 中国这个商业卫星啊 商业火箭啊什么的 经常要往那个什么 南美洲啊 东南亚啊 去卖还有中东 是吧 卖很多这种卫星发射呀 火箭发射的 这种商单的啊 那你说他成功了 是不是我们中国的优势下降了呢 所以我们怎么可能去 吹一个竞争对手成功呢 人家说作为中国人 我很乐意呢 见到马斯克的成功 因为有竞争啊 才有主感的目标 和前进的动力 当然我也不 并不是说呢 中国航天落后啊 只是说树立一个对手 能够时刻刺激自己 居然思危嘛 你看 在中国的卫星 可重复利用也挺好啊 对不对 这也是一个技术方向嘛 没有人说不好啊 只是你从画面效果来说 哎 这玩意儿 从天上 对吧 给你没自己看了 它降下来 呸 落在筷子上 你觉得就很牛逼嘛 对不对 很有画面感嘛 你说卫星你重复利用了 跟原来一样 也这落在呸 往那里砸 然后呢 你跟我说是 里边这些东西啊 完好无损 对不对 甚至我这卫星呢 还能放到发射架上 重新用 那哦 那好 只是说这个卫星 可能对吧 比较结实 是吧 里边这个食原物品都 没有损坏 就是韧性很高 好不好 好 但是如果你说 你能表现出马斯克这样的 说卫星 对吧 我们不用掉落反 我就每次固定 都回到了你的发射的点 有个东西 给它接住了 什么都不用准备 下次呢 里边给添点燃料 什么之类的 又上天了 对不对 那我也会觉得说 你这卫星的 存不可利用 发射成本也间低了 对不对 那我们中国是不是 接商单可以接的更多了 那道理是一样的嘛 都是进步 我觉得没有必要啊 就是说厚死薄比 只能说马斯克的这个进步呢 看起来画面 感觉冲击更多一些 对不对 那之后呢 有人解释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呢 为什么说啊 非要用筷子的这种方式来回收 像009一样 直接做到发射台上不行吗 那我们就要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呢 兴建核心 新建项目的核心 是用于火星项目 如果对此不认可 我们不用看了 马斯克要做的呢 不是向火星发出一个探测器 而是要在火星上建立一个城市 也就意味着呢 需要向火星转移数以万吨 十万吨级别的这个物资 大家都知道呢 地火转移 就是地形火星的这个转移啊 每26个月呢 会有一个窗口期 那么也就意味着 你的飞船群 需要26个月飞一次 那这一批要多少呢 按照目前的规划 是几百艘 甚至上千艘 要在26个月里啊 将几百艘上千艘的飞船发上去 需要极大效率啊 利用发射台 还有一级的火箭 你怎么能啊 准备很多很多发射台 很多很多一级火箭吧 那太浪费钱了 每个发射台呢 就相当于啊 一条飞机的跑道 飞机落下后呢 需要尽快将跑道让出来 让下一个飞机啊 降落 你如果不烈的话 你去餐厅吃饭 有叫翻台绿 翻台绿说 比如饭点 五点钟到晚上八点钟 这是吃饭高峰期嘛 你在这三个小时之内 你能让这个同样一张桌子 吃几桌人 这是个问题 很多餐厅为了提高翻台绿 它会把你的椅子坐的 可能不太舒服一点 像快餐厅就这样了 像门当老肯当机 有算椅子能坐 但是不是很舒服 为啥呢 让你坐舒服了 你不早了 对吧 我需要你滚蛋之后 让别人来继续吃 这叫翻台绿嘛 还有像航母 是吧 为什么要清理航母的 这个跑道 就是万一有螺丝 你飞起来 飞机翻了 怎么办 所以说它需要清理嘛 那怎么保持这个飞机跑道 能快速的 永远是清洁的 让飞机能落下来之后 回收 马上再飞出去 那就是你的跑道利用率 就比别人高嘛 那在作战时 是不是你的出动的飞机的班次 就比别人多 对不对 一个道理啊 就把这玩意儿 从别的发射台对上来 需要五天一场时间 筷子呢 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 没了腿 轻了 第二呢 筷子本身就是个起重机 落到筷子上呢 相当于将落下 挂钩 起重 三步一起走了 你说你还说给它 上卡车加料 没有必要啊 说筷子自己会旋转 转远到发射台的另一个向线 检查下 有问题换 没问题呢 直接放到发射台上 加注燃料就得了 说根本不用什么卡车啊 上面检修 转一下 转一下转个180度 对吧 然后直接就 走你 然后人就拿分这个老的黄历啊 说2018年实现火星登月 2019年 2022年 2023 2024 2025 然后2033 对吧 一直往后延嘛 骗子 就是大骗子 对吧 就这 是这样的 你作为一个资本家 你要许宏愿 拉资本 你这时候可以炒谱他们 给他投钱多少傻逼 对吧 但是如果当你第一次说 能实现火星登陆 我跟你说 那就不一样了 在有人类史册 到时候会成一个 很宏大的政治项目 美国 中国 哪怕说是印度 法国 他们都会去争 到时候就有国家资本 给你投钱 私人财力做不了 国家资本给你投钱 投完钱之后 你发现成本原料也低 我载人去 飞一圈再回来吧 到时候只成为一个可选项了 然后在上面去建什么 各种干的这种基地啥的 就正常了 像我当年玩这个 特别喜欢玩这个城市兴游戏 叫火星殖民 火星移民 我忘了 他就是在火星上 建大玻璃罩子嘛 玻璃罩子上面 就能有居住区 工作区 罩子之间还有通道 是吧 然后他有一个就是 那物资哪来 你可以现场挖 你可以从中 从这个国内来运 因为有些什么零件 你在火星可能加工不了 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 这部分 他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 怎么降低成本 游戏里也是 你可以选一些科技 发科研点 投资在哪块 你就可以选择一条线路 就是我把和地球到火星 之间的火箭的 发射的成本降低 或者说往返的周期变短 这都是一些 你觉得好像不是很重要 但在现实中 他就是个实打实的科技点 你能实现 那什么你就弄逼了 你就能实打实的 在你的火星基地的建设上 降低很多成本 行吧 今天话也说这吧 喜欢的话 欢迎点赞 收藏订阅 推荐 一百三连 谢谢大家